哈喽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秦伟平 很久没做节目了 因为最近工作特别忙 刚才只有亚洲电台记者给我打电话采访 讲一下说 秦先生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立临教授去世了 你对他 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有没有什么评价 他有哪些积极的贡献 然后因为我感觉那个记者对他印象还是比较好 然后我讲了几句吧 然后觉得讲得不过瘾 做一个直播给大家讲一下 中共御用经济学家立临趋势 谈谈他的四中罪 我对他说实话 谈不上真的是谈不上多喜欢 虽然他的名气很大 他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民意院长 也是教授 然后也是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的老师 还有好像还有一个高官叫陆浩 也是他的老师这样子 门声变天下 在中国应该是享有声誉 而且是所谓的民革中央的副主席 是民主党派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之一 也担任这个全国人大常委 还有全国政协常委是多年多届的 我记得他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 这个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 应该算是在中国体制内是非常吃香的 这样的一个御用文人经济学家 他有没有贡献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些贡献的 这个贡献刚才也提到 因为他有个外号叫利股份 利盈利股份 怎么回事呢 跟吴敬连的无市场 美名是齐名的 这个利股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 他提出来一个股份制改革 就是说中国很多早期的很多企业 都是国有了所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 他说通过这个股份制改革 可以让产权更清晰 然后可以更好的激励 尝到更多的财富 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 而且我认为也是赞同 大方向是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知道在中国发生过什么事情 以这个改革之名 说实话 首先第一点 我是支持市场经济的 我当然是批评不喜欢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当然问题多多了 但是呢 中国在快速的 特别上世纪90年代 快速的做这个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 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吗 我讲要我一个亲身的体验好了 经历 实际上90年代的时候 我才是上初中 我是不清楚的 当然很多人可能很清楚 因为自己的家庭可能遭遇到这样子 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 中国这个国企改革 造成了超过3000万人的这个下岗 然后突然下岗失业 推到社会之后 又没有太好的就业机会 生活是极其的悲惨 这些人熬了很多很多年 这样子 有些有些人可能有兴趣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 就几千万人突然下岗 推向社会 是生活很惨 那不只是这样子 如果说把这些 所谓的包袱卸掉 那个国企改革能很成功 对不对 股份制改革很成功 那是皆大欢喜 震痛 所谓的改革的震痛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这个股份制改造 其实真的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的最大的富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人 很多 现在你知道一些富豪 他们所谓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财富 并不是靠自己双手辛辛苦苦赚来的 很多时候是在这个所谓的股份制改造里面 之前的这个厂长经理 摇身一变就变成董事长了 然后 通过比较 我觉得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手法 然后呢 攫取了大量的这个集体财富 国家财富 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是是极不公平的 我认为是极不公平的 是不是 我之前在在中国接触过一些 其实是我们的同学了 都读那个复旦EMBA的同学 我看我们班上的同学 平均身价都很高啊 对不对 都是几个亿 我们是 我说真的是 是 都是 企业做的最小的 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 一手一脚去做的嘛 对不对 我看到他们的企业的背景履历 很多时候都是在通过集体企业 国有企业改造过来的 然后他们就变成董事长总经理了 所以我没有知道太多的细节 但是可以知道他们财富的轨迹是怎么样 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至少是方向是对的 可以做得更细节 做得更好 是不是 兼顾公平与效率 是不是 那这个利市场 这个利股份的利益林本人 又做了什么东西呢 我不知道 他后面有很多这种奇谈怪论 就是 也是我将要讲的这个所谓的几宗罪 这个几宗罪至于我特意列了下来 刚才真的是讲了没过瘾 第一次呢 第一个是就比如说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有人问他 有记者问他 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就是说 中国这个小康社会 小康水平的目标呢 就是或者说表现形式 就是人应该有两套房 第一套房子自住了 第二套房可以度假 想想也是挺有道理的 对吧没有没有错是不是 那大家也没想过这个中国 他其实在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辩护吧 没有泡沫啊 对不对 我们需求很多啊 而且还要扩大需求 哎想想一下 这个把这个房价抬高了 我觉得他他应该是 当然最大的黑手是地方政府 也不是开发商了 在这个运用文人呢 运用经济学家在里面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 那个吹鼓鼠的作用 大家不要小看小区啊 有人可能听着听着这个话 对不对 这是这是很不值得 就是不值得推敲的 这个这个家伙啊 明明目张胆的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在鼓吹 虽然打着改革开放的民意 第二种罪的我觉得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股份子改造的问题 造成了全国大量人员失业啊 是不是社会不公啊 然后他他说没有问题啊 他说这个国有旗帜改革造成这些人下岗 中国有八亿多的这个农民和下岗工人 这是中国的财富呀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些人辛苦拿来少数人的享受呢 这个少数人应该包括他本人 这个中国政府中共政府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待遇 这么好的荣誉啊 对不对 他本人和他的家庭应该享受很好的财富 待遇 这是这是很不公平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那第三种罪呢 就是讲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经历系数的问题 他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去研究这个这个经济的一些 一些表现提出一些个人的开创性的见解 这是很很必要 或者预警啊 社会危机啊 是不是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没什么问题啊 不公平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不一样 我们应该把这些城市的经历系数算出来农村的算出来 然后呢 再综合一下 那这样子这个数据更好看 实际上他真的做到了啊 这个在中国啊 有些年这个经历系数啊 通过这种方法降低了 这个说实话 学界的是对他这个说法有批评的 因为这个贫富差距大的问题 也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存在 但是也真的只有中国这么做这么想啊 这个事情后面很烂尾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啊 就是他们都不敢去研究了 所以我觉得在我印象子里面 中国经历系数 公布的大概差零点六零点七的左右 就不敢再再做了 现在已经到天上 用那个 理论的观点来 就是中国就随时可以爆发革命的这样的阶段 就贫富差距这么大了 对不对 这个利益灵的在里面就是利用他的一个影响力 去帮这个体制去维护啊 讲话 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 不要觉得说啊 为改革开放讲过几句话 就是一个改革派 是个右派 是一个什么什么人啊 再要擦亮眼睛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非常离谱的 就是 记者曾经有问他说 中国要不要建立这个健全这个福利保障制度啊 啊 社会保障制度 然后他怎么说 他说 我觉得中国应该要取消这些保障制度啊 取消啊 失业保险 养养保险 这样可以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啊 和动力啊 当然什么保险都没有了 当然你拼命工作要有热情有动力 每天干九九六也好啊 然后甚至 加班什么 无限制的加班也好 是啊 是保持激情和动力 但是 你们 请问你利益林大教授 你有这样加班吗 你有没有保险呢 如果把你的医疗保险拿掉 把你的失业保险拿掉 把你的什么拿掉 你同意吗 你同意老百姓也没有意见的 你不要你们自己还有一些 既得利益集团享受最好的保险 最好的待遇 然后的老百姓不管不顾不问 对吧 就像当年国际改革把三千万人踢出去一样啊 你们就解决问题了吗 你们就好了吗 所以利益林本身来说他就是一个中共的一个御用文人 啊 御用经济学家 中共也给他很好的一个礼遇 待遇 对不对 他偶尔呢也会帮 帮帮帮政府 帮老百姓讲几句话 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是处于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做他的job 他job就是这样帮中共维持 维持他们的统治 帮他自己背后的利益集团代言啊 对不对 有时候在中共内部博弈的时候就需要代言 然后刚刚记者还问我说啊 这个他的17年早在17年就提出来一个什么呢 说啊这个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 他说第一个问题的是啊 地方政府 要攀比用攀比这个增长速率啊 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啊 拜托了 地方政府你在考核地方政府长官的这个升迁的时候 急效的时候都用GDP的来 来衡量这个主要指标 那那个地方政府官员说这个不是很正常很有动力吗 这是瑕疵都看得清楚的事情 需要你一个大经济学校来做吗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是差不多18大左右 中共习近平提出来说 不要维持GDP论了 我们还要看其他的 指标了 他其实就是在 在帮政权讲话 为他们政府顺着这个中央的政策 然后就在讲几句话而已 明白 包括后面什么 啊 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什么转变呢 啊 说实话都是屁话的 我觉得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经济学家啊 他可能很早已经死掉了啊 剩下的呢 是最近死掉了 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啊 这个政府官员 这样的一个角色死掉了啊 当然作为一个中共政府官员 他也是讲这些话 做这些事情 完全可以理解啊 这个再其为谋其正嘛 他就是这样的位置 所以普通老百姓呢 不要 不要搞不清楚状况 把他觉得说还是一个啊 这个 改革派啊 是一个改革派 当然他比那些顽固派还是强一些了 我们推幻不错 他 他不算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经济学家 但是也比那些 就鼓吹这个 这是计划经济的 应该好很多吧 那些那些抢头草 应该更烂更差了 总之来说呢 我觉得中国国内的 其实聪明人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 人才也特别多 但是这个在体制之下 或者你进入这个体制之后 你有多少话啊 敢讲真话 或者说 多多的话 讲的是违心的话 或者说为自己利益 为那个利益集团利益 讲的话 这个只有自己清楚了 那现在他也趋势了 我也 谈不上什么批评不批评 我对他个人也没有太感冒 这个虽然他名声在外 啊 名气很大 但是实际上 啊 就那么回事 就好像中共那些 啊 这些 所谓的体制力的这个精英 他们也就这么的回事而已 啊 只是那些光环下面 啊 看起来很耀眼 啊 历史就这样翻过了 嗯 好吧 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一个 啊 自己的看法了 不管怎么样 我多讲几句了 关于利益林这个人 啊 大家有什么积极的 焦急的 有什么要表扬的 有什么要批评的 欢迎在我们YouTube视频下方讨论 没问题 我讲的错了 大家欢迎大家指振 好吧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